1971年2月 一份名为关于谭府人同志遇害 经过初步调查报告送到中南罕西花厅 周总理把这份调查报告看了又看 他的心情非常悲痛 周总理在报告做了重要批示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此乃建国以来 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要引以为戒 据秘书回忆 周总理在批示这份报告前 就获悉这起凶杀案 他表示开国中将被杀 问题可能出现在内部 凶手是自己人 那么周总理为何如此批评警卫人员 他跟谭府人遇害又有着什么关系 1970年12月17日清晨 原昆明军区大院32号院内发生了一起命案 随着几声枪响 开国中将昆明军区政委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府人和夫人王李延 倒在了血泊中 就这样 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高级将领遭暗杀的恶性事件发生了 清晨五十许 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 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多年的职业习惯让邹贤玉拿起电话接听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颤抖的声音 32号院有枪声 你们快来人啊 快来人 邹贤玉睡意全无 他反问 怎么回事 为什么打枪 电话那头女人似乎吓哭了 回答道 反正出事了 说完那头挂断了电话 邹贤玉意识到此事不简单 32号院是谭政委的家 谁敢在那里开枪 邹贤玉立即穿衣 准备给陈永柱打电话了解情况 陈永柱是负责谭府人日常生活的事务秘书 就在此时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邹贤玉一接电话 原来是谭府人的警卫员李洪亮 李洪亮惊恐不安 说话都哆嗦 但大概意思表达了现场情况 谭政委遭到了枪杀 他跟夫人不省人事 去城市举将军的儿子回忆说 我去过谭府人叔叔家 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住的小楼 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 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 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 从我记事起 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里居住的 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 二楼公首长办公 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 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 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 而谭这一座 是解放后公司合营时充公的大资本家杨锡城的小别墅 谭府人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 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人化县 16岁时便参加了革命 他历任联党代表 团政治委员 红十五军团 第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 也参加了长征 抗战期间 谭府人历任八路军 一一五师三四四旅 六八七团政治部主任 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也 战政治部组织部长 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 进济域军区第五军分区政委 纪鲁域军区副司令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谭府人历任东北民主联军 第23旅政委 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 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委 第十五兵团 四十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军政委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 谭府人继续担任重任 1955年大寿贤时 备受与中将军衔 还获得二级八一勋章 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得知大概情况后 邹贤玉立即向上级汇报 不一会儿 平时安静的32号院一片嘈杂 大家把倒在血泊中的 谭府人及夫人王李延 送到军区总医院紧急抢救 经过医生检查 谭府人身中三枪 腹部中了一枪 腹部大量积血 头部中了一枪 子弹是从右耳跟进 再从左耳跟出 第三枪击中右臂 子弹头嵌入在骨头中 谭府人送到医院时 还有一丝呼吸 可惜受伤太重 医生抢救了一上午 还是以失败告终 谭府人夫人王李延 则伸中两枪 一枪在胸部 一枪在脑门 两处都是要害部位 送到医院时 已经没有了呼吸 如此一位身经百战的 开国将领 究竟为何被杀 是个人恩怨的仇杀 随着调查工作的开展 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军区大院血案 惊动了党中央 这是历史罕见的大案 周总理第一时间 得知这一消息 周总理在谭府人 还在抢救时 就做出三点重要指示 一 全力组织医生抢救 二 作案可能来自内部 要抓紧时间破案 三 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由周星负责 公安部派人协助 周星当时担任 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昆明军区副政委 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黄永胜也接到了报告 他要求还在北京的 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王碧成立即返回昆明 主持昆明军区的领导工作 在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下 周星主持召开 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 决定立即成立 零一七专案组 周星任组长 王碧成 蔡顺李维副组长 其他成员有副参谋长赵润博 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权 保卫部长景如林 组织部长孟肖也 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人 从人员配置来看 这是军区最高级别 调查工作开始后 专案组最先将案发时 住在32号院的所有人 进行隔离审查 除了遇害的谭妇人夫妇外 还有七人 他们是 住在楼下的王李妍的 妹妹王文盈 住在谭妇人隔壁的 谭妇人夫妇的未婚儿媳 吴小红 住在楼旁 边平房警卫室的警卫员李洪亮 和后门一名警卫员 住在火房的一名女吹士员 以及住在门港亭的两名战士 经过单独审查询问这六个人 吴小红 宇吹士员和两名战士 另一名警卫员都表示自己 当时睡着了 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警卫员李洪亮 是被谭妇人的喊声惊醒 就在他穿衣准备出去时 就听到了一阵枪声 结果吓得躲进床底下不敢出去 李洪亮还表示 自己是估摸着枪手走了 才给邹贤玉打去电话 之后又躲入卫生间 直到听到谭妇人的 秘书王克雪喊他才出来 在审讯李洪亮过程中 发现他说话吞吞吐吐 在逼问下才吐露了实情 原来 枪声出现时 李洪亮正在跟大他30多岁的保姆 在房间里偷情 进一步审查后 李洪亮的身份清晰起来 他是谭妇人从北京带来的 主要负责谭妇人的生活起居 家里卫生打扫等 不久前兼任做警卫员 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警卫训练 为人胆小怕死 说来也巧 当时谭妇人身边其他三个警卫员 都出去进行野营拉链 但是 如果李洪亮当时能大喊 或许能下退凶手 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这也是周总理愤怒的原因 不过 王文盈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 王文盈是军区女篮球队队员之一 常年的训练 让他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 大约当天清晨五十许 王文盈听到楼上有人说话 似乎是姐姐在跟一个人对谈 紧接着就是几声枪声 从王文盈提供的信息 可以得到一个关键信息 凶手对32号院非常熟悉 而且很可能熟人作案 跟案发现场相关人员情况摸清楚后 专案组开始了对32号院进行详细勘查 发现院子西北角墙外有一张凳子 凳子是从军区干部食堂偷来的 上面有两个清晰的解放牌交邪鞋印 不仅如此 在32号院墙内外都发现登层痕迹 厨房的前后窗台和临窗的案板 也有相同的鞋印 调查到这里 凶手进入32号院进行暗杀路线基本是清晰了 此人从军区大院北门进入 他绕过司令部大楼 走进干部食堂偷出一把凳子 放到32号院西北角墙外面 踩着凳子翻越围墙 再从厨房后窗进入厨房 又从厨房前窗进入前院 作案结束后又沿着原路逃离 公安技术人员多次演练后 以致认为之前的判断没有错 凶手对32号院 以及整个军区大院环境非常熟悉 极有可能就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 专案组还在32号院 潭府人居住的楼上和楼外 发现了弹壳和弹头 经鉴定由一把五九式手枪发射 从后来解密资料来看 专案组的调查工作 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前后参与调查的人员之多 都是历史罕见的 专案组兵分两路 一路人员负责调查整个军区 所有五九式手枪 要做到人枪到场 一路是调查昆明权势青壮年男性12月17日清晨 5点至7点之间的行踪 而每个人必须有两人证明 当时昆明市有40多万人 调查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所有参与人员都尽了最大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个王自震的现役军人进入专案组的视野 最终调查结果他就是凶手 而他作案的五九式手枪在毛坑里被发现 原来王自震在案发前 曾担任过云南军区保卫科副科长 所以他对军区领导的住处情况了如指掌 也十分熟悉哨兵警卫员的工作规律 问题又出现了 一个现役军人怎么要杀军区最高首长呢 这要从王自震的生平经历说起 王自震 原名王自震 河南省内皇县人 是一个富农家庭 解放战争时期 在跟随解放军从中原到大西南的作战过程中 多次立功受奖 并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 王自震得了组织的信任 加上身高1米8 身材魁梧 他先后出任昆明军区后勤部枪械保管员 军区首长卫队长 也许是这个职业要求 王自震平时独来独往 沉默寡言 1970年初 王自震得到晋升 被任命为昆明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 当时正职特殊时期 一封关于王自震身份调查报道 寄到昆明军区政治部 署名是河南内皇县武拐公社 信中提到王自震隐瞒了自己的罪行 说的是他在1946年7月 参与了在家乡的一起反革命报复事件 事件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当时我军撤离河南内皇县这一地区后 国民党军卷土重来 地主恶霸组织反乡团 疯狂向我党基层干部进攻 皇县武拐公社武拐村赋农王某 召集堂弟王志正等数人 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 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败退 王志正为逃避惩罚逃离家乡 还昏进解放军队伍中 并改名称王志正 犯下了如此罪行 王志正很快被隔离调查 期间虽供述自己参与杀害武委会主任一事 但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动手 眼看自己的案件迟迟无法结案 王志正担心自己靠着欺骗 混入解放军队伍中 加上当时还是特殊时期 下场可想而知 眼看不仅身迁无望 王志正破冠破摔 准备拉几个垫背 后来查阅他的日记中 时处处体现了要杀害军区首长的思想 王志正那军区党委会主要领导 都列暗杀名单中 思律再三后将谭府人 列为暗杀的头号目标 为了一举成功 王志正制定了严密的计划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四时许 王志正从隔离市里溜出 潜入军区大院 顺利从军区保卫部里 盗走两把五九式手枪和二十发子弹 随机开始了暗杀计划 王志正进入32号院后 一进屋就直奔谭府人的卧室 可他没想到谭府人夫妇 有时不同注意事 听到有敲门声 谭府人夫人王李妍 误以为是丈夫来了 谁知一开门 便被王志正用枪指着脑门 恶狠狠地问 谭府人在哪 快说不然就杀了你 王李妍为丈夫安全 自然不肯回答 他呵斥道 你要干什么 两人对话惊动了 住在楼下了王文盈 王志正眼看再拖下去 计划无法实施 当即扣动扳机 王李妍当场死亡 住在另一间房间的谭府人 被枪声惊醒 他开门就下楼 这时王自正则尾随而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谭府人呼喊警卫员 可两人全部没有回答 就这样 这位身轻百战 立下呵呵战功的开国忠相 死在了亡命之徒之手